在美国每年的6月19号又被称为六月节 这是纪念美国的奴隶制结束的日子 今年的六月节正值全美掀起反种族歧视运动的浪潮 因此吸引了更多人参与纪念 也备受舆论的关注 当天纽约市有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 纪念六月节 游行者从布鲁克林处罚穿过布鲁克林大桥 在卡德曼广场聚集 高呼反对警察暴力执法和改善种族关系的口号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当天早些时候宣布 明年起6月19号将成为该市工人和学生的官方假日 白思豪说他们还将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来调查纽约市的种族歧视历史 此外在芝加哥 旧金山 亚特兰大 底特律等多个城市 都有数百人集会游行纪念六月节 许多参与游行的人表示 近期多地有关反对种族歧视的持续抗议活动 令种族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他们对改变现状有信心 6月节的传统始于1865年6月19号 德克萨斯州于当天宣布结束奴隶制 自年德克萨斯州的民众开始庆祝这一节日 随后逐渐扩展到美国大部分地区 人们通常在这一天进行家庭和社区聚会 进行朗读解放奴隶宣言等活动 目前已有国会议员提出将6月节定为全国性的联邦假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